大家好 这期视频比较特殊 是由一位大佬赞助播出 他让我讲一下这位电竞选手 他是玩英雄联盟的 叫什么名字 我不太懂 I Boy 反正玩英雄联盟的吧 好 讲一下他吧 现在的女生 好像越来越多的都比较会玩游戏了 而且玩的都不错 不会比男生差 这个英雄联盟也好 或者说这个王者荣耀也好 打的都比较 打的都比较好 现在的女生确实厉害 果然不一样的 我英雄联盟我是不知道的 我根本就不去玩了 我玩的是这个倒塔 我是比较老的 我只会玩倒塔 然后关注的人也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英雄联盟的就不懂了 不管了 来看一下吧 这位小男生 2000年生的 胖胖的脸 看着就比较和蔼可亲 他是原名叫做胡显昭 IDI Boy 应该没出 2000年出生的 0年后的小朋友 新京生在卫图之月 7月12号巨蟹住的 卫图 因为他的这种履历很少 就是一个取得了什么辉煌成就 因为毕竟还年轻 没然后没什么这样的这种 他的这个网 就是过往的这种经历 只看到一刻 只看到这种比较简单的介绍 出生在哪里 然后呢 在哪一年获得成就 17年8月19就好了 没了 这种其实比较有难度的 相对来说 不像这种明星 他的这个经历比较丰富 年龄大得更加好 好算 这比较难 新京生在卫园 反正姑且分析一下吧 新天三夏天 然后土两个地质 年月日呢 有三个土 我是认为是在这个丑时 为什么是丑时呢 这个偏硬的格局来说 就是偏硬格 所以偏硬就是一种技术 靠技术吃饭的 你画画也是技术 你这个 你这个做 不管做什么 你是说我这个 这个泥水浆呢 它也是技术 木浆呢 它也是技术 所以偏硬能够成格的话 这个技术比较好了 所以我认为是个便宜了 其实这个也无所谓 不过呢 这种便宜的话 可以理解为 它的这种技术能力 会更强一些 个人的这个 我不知道它 是否真的很个人能力强 我只是把这个 往最好的方向来去推了 不然的话 那我稍有个时程 都去测一下 那太那个了 我只能够按把它最好的来看 按这个偏硬格 这个偏硬代表 代表着手艺技术 玩游戏的手艺 玩手艺的玩游戏的技术 这都是 土这么多怎么办呢 他要用金来帮扶金生水 所谓走金水之地比较好 当然也不是说一定天干净 井尖水 地质的话能够成了这个金的气势 就比较有利吧 然后从小到他走的是这个假生育 2019年之前走假生育好不好呢 15岁之后比较好 为什么是5岁之后走的是这个 2014年之后 就生育运也比较好 我刚才说了 这金能够泄土的气势 同时能够生水 所以说 大概从2014年开始 这个运势比较好了 那么 16年丙生年的话就不利 因为丙火 它是一个相合之意 相合的话 它就不受 它被克核之后 就不受生 不受克 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默默无我的一个状态 17年丁永年 曾有和化金是有丑和化金局 曾有和金 这个有丑和化金局 同时呢 圣金又是一个金 所以说这个金这么多 然后必然要去通这个官杀 通这个笔金 相当于金生水嘛 把这个气势全部流通起来 就是土圣金金生水 那么对它而言 相对来说 这个命格流通顺畅了 能够水 为食神 食神代表目标 想法能够得以实现 所以17年还可以了 17年 16年 对16年是一个默默无闻 代表说一种 被和了嘛 16年被和 被和就是一种 别人来找你 别人来找你和做合伙 16年进入这个 什么什么选 着陆吧 这个不管了 17年正式上场 17年获得了什么什么决赛 18年就不好了 很明显 18年是务虚年 务土把这个鬼属一和 代表你的想法 不能够实现 我的那个目标 我的理想 不能实现 务土为这个正义正面 代表工作 代表他的工作就是玩游戏 或者说这个电竞比赛 对他来讲是一个负担 负担 好不好 不好啊 虚土意识相冲 整个丑虚位是三行 所以18年这个是非 麻烦是比较多 来自于哪几年 来自于他的工作 来自于工作 有没有 没有啊 我那为18年给你 就不利了 19年怎么样呢 19年换孕了 没有吗 然后就没了 19年换孕了吗 反正我 既然来看一下吧 19年的话是 击土和这个偏印来生 同时呢 害水呢 它是一个生害相害 因为19年 它是一个转折的时间点 在19年肯定是不太有利的 害水和它是攻击这个墓局 那么这个运势相对来说要 谈不上好 但肯定没什么有利的这个发展 那么19年怎么样 19年换孕了 就去年吗 去年进入这个已有孕了 正式进入已有孕了 有已根核 把这个刻核了 刻核之后代表不自由了 那代表好不好 不好啊 结财 代表说与人相处啊 朋友相处啊 没什么朋友吧 可以理解为 与这个同事相处 与这个这个 他的这个公司里的人相处 肯定相处的就不是那么好了 因为是一个刻核 已根核 而且是拆来核 被核之后 简单代表说合作起来 不是那么流畅 就相当于玩 这个玩这个篮球比赛一样的啊 玩了篮球好了打篮球 接着配合 把这个电竞比赛更加配合 配合的不好嘛 所以你想起的绘画比较难 那今天怎么样呢 今天是庚子年 呃 庚金界止水呢 子味相穿 子首相合 子 啊 其实也不是很有利啊 因为是一个被核之效 呃 这个以木经济的合作 我认为二零年不好啊 这个是一个结 结我认为是一个结 结材的时候 就是这这一年谈恋爱也不好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结材 而且材都被结了 以木为材啊 才为妻子女朋友啊 他肯定不是结婚了 那代表今年油业是分开了 或者说分离了 这个这个 这没法验证啊 但我认为这个情感都不理啊 今年 明年怎么样呢 明年新丑年 明年很好啊 明年有丑拜合金局 同时的心机透出来 坐在偏意之上 所以2021年的这个发展比较好 因为电竞啊 这一行的话 我也知道的 他 不可能说你三十岁还在这里 不太可能 黄金时间点 也就是说十七八岁 也就是甚至说十五六岁都有 二十二十岁左右吧 它是一个黄金点 但是我认为最好的时间点的话 就是在明年 2021年比较有利 今年就算了吧 职位传职策 这个不可能有什么发展 那么就是说取得好的成绩 也到2021年 今年 这种竞争啊 组合啊 或者说团队啊 很难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啊 明年这个新少年比较好 人啊 他都总有个巅峰 2021年可以 情感 今年都不利啊 八字呢 五行呢 缺财的 财都财都不欠了 财为妻子为女朋友啊 今年一个世纪 去根和把这个 一幕和走 所以说今年很难取得成就嘛 这个没办法啊 钱财也是嘛 或者说这个 这种 情感方面也是如此 工作更是比较难以取得成就啊 今年 他本身怀孕了 要进入下五年才好啊 但是最好的时间点 这几年当中最好的是在2021年 今年就算了吧 这个毕竟还小了 2000年 然后呢 这个资料太少了 我就没法都说了 18年这个 算了 我也不来看了啊 这个评价是一位新手 偶偶有失误 但比赛越来越丰富 在这个上面的话 都是比较光鲜亮丽的 那人呢 是一个不错的人 是心态比较好 因为时神嘛 时神的能心宽体盘 不会有太多的质恨 所以你看他的脸 不能放大 圆圆的 圆圆的人还是比较好相处的 往往这样的人的面相 给了这一种 就是比较随性随和的 可以当朋友比较好 好 就讲到这里吧 简单的分析一下而已啊 这个没办法大脑指定的 感谢大脑的赞助播出